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我近期比较喜欢读的一些书的分享 读书分享这个主题我其实很久没有做了 一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读一些没有什么压力的 然后也不用摄取到什么太多知识的这种闲书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分享出来不一定说会让大家能觉得有很高的含金量 今天分享的这五本书呢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 并且也是近一年两年读的非常多的一个作家叫松普米太郎 大部分是他的书,偏生活方式类的 让你读完以后呢可能让你觉得说哇塞 生活还有这么多值得记录的好玩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就是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有这种感觉 第一本呢是松普米太郎和他的朋友伊藤正子一起住的这本《好屋一白》 这本书呢就是记录了两个人多年以来非常喜欢用的一些好东西 吃穿用夺各个方面都有 这些东西呢都是他们两个人眼中非常值得买的精品 说到精品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意味着价格昂贵啊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 精品就是意味着这个东西做工精良,质量出类拔萃 同时可能价格稍微高一些 这本书里面呢他们给每一件好东西都写了一小段文字 然后这边精心拍摄了配图 我觉得整本书就像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型好物博物馆 让人大开眼界 而且我读完了以后被种草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很多东西可能的确算是奢侈品 是真的价格比较贵 还有一些就真的是世上难找的孤品 所以怎么说这本书就是也是能让你开一开眼界吧 就能让你领悟到就是什么才是世界上的所谓的好东西 如果大家还比较喜欢看这种好不推荐的书的话 推荐给你们这一本 也是来自于松浦米太郎他做的《日日一百》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完全是他自己推荐的一百件 他自己生活中经常用的觉得非常棒的好东西了 我觉得比起刚才那一本书可能涉及到了有一些 Emmer's的外套啊 还有Marnie的连衣裙这种所谓的真的是大牌奢侈品 这本书里面分享的很多东西就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孤品了 你看这个七碗与汤匙这个是真的是他在美国游历的时候 生活中逐渐积累下的一些东西 还有我印象中有木头的直尺 也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去一家中门卖尺子的店去慢慢收集的 还有像这个他很喜欢钉钉的穿搭 然后朋友送他一件风衣 还有这种书桌清洁刷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实用的所谓的好东西 就是完全站在比较本人的一个角度 然后去向我们讲述这些东西的一些故事 非常的精彩 第三本也同样是松普米太郎的书 叫《东京好吃鬼》 我本人真的是一个对吃和对美食 有着极强的追求和向往的人 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去不了东京 但是我仍然看这本书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书里面讲的都是松普米太郎 在日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东西 什么人形烧啊 日本的一些小零食 还有一些糖果呀 某个街区的某一家店呀等等等等 反正就像是它的一本美食攻略吧 我当时看了很多我非常种草的小零食 我真的就是去某宝搜代购了 但是奈何代购也没有 所以怎么说呢 这本书只是能让大家过一过眼影 然后等到再开放我们有机会再去的时候 再一一打卡这些店了 这本书为什么想推荐给大家呢 我觉得美食真的是一个能提升很多人幸福感的一个东西 并且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热爱美食 所以变得更加热爱生活了 当你在心情不好 郁郁挂欢 对生活没有什么动力的时候 你去翻一翻这本书里面 它对于好吃的的一些描述 以及你看一看这些好吃的精美的图片的话 你就会对生活重新燃起热情啊 糯米馅饼 这个听着就想吃中里的糯米煎饼 油炸豆腐寿司 我觉得反正去一个地方旅游吧 就是从它的美食就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气 那这本书我要等到下一次能再去日本的时候用上 第四本书呢是 好像我印象中可能又在视频里面跟你们推荐过啊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含土量极高的一本书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 看着好像还挺厚的 花森安置的手艺 这个是生活手铁的设计美学 为什么也想放在这里面一起说呢 因为花森安置是日本有一本杂志叫生活手铁的创办者主编 然后在它之后呢 就是松浦弥太郎接任了这个主编的职位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之间的关联 这本书呢 就是里面记录了一些生活手铁 这本杂志的封面以及插图 含图量极高 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翻阅杂志 和喜欢看图看插画的人来说 这本书就是能让你从一些构图配色以及画风上面 就是汲取到非常多的东西 生活手铁这本杂志虽然它是讲生活美学的 但你会发现它的杂志从封面到内液的插图 这一类的全部都是带着一种很质朴的生活感的 它不像是一些时尚杂志 非常的精致精美 然后皮肤要显得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构图要非常的精准 并不是 它的这里面的很多画都带着一种小孩子绘画的那种质朴的感觉 所以让你看了觉得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贴近你 你们看真的就是非常的小孩子很卡通 但是它里面的画风是各异的 前面有很多是彩色的 后面还有一些是这种线描风格的 我个人真的翻完这本书以后 突然又有了一些想要进行一些绘画创作的热情 这本书反正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虽然我们是生活向的好书分享 但是也想在最后分享给大家一本 我觉得比前几本所谓的那种含金量要更高的书 松普弥太郎的工作术这本书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觉得说这本书能让我获得一些什么 得到一些什么 领悟一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松普弥太郎这个人写作最大的魅力是 他能用非常娓娓到来的这种朴实的语言 然后能让你感受到他这本书的力量 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刚入职场 或者是说在职场工作个三四年左右 这么一个年龄段去读哈 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内容是能让你重新燃起对工作的一些热情的 当然除了这些所谓的鸡鞋以外哈 他还有一些工作职场里面的法则 比如着装啊 比如遵守约定啊 还有一些比如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等等一类的 这本书其实字数也不多 因为它每一页你们看就是字不是很密集 我给你们分享一些我之前看这本书做的读书笔记哈 即使你还很年轻 但如果满足于我已经很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就行了的阶段 最终结果只能是向下低落 一旦将目前的成绩设置为人生的山顶 今后的人生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它真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成功励志学鸡血那种 它真的是就是能写进你的心坎里 因为很多人大部分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它这样的话就是在你看到以后就好像戳破了你这个气球点醒了你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某个缺点 那么请每天都对其进行否定 即使你感觉自己哪里都挺好 也要先进行自我否定 要经常把自己破坏掉 这样才能发现全新的自己 这也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方式 总之就是如果大家在工作中缺少了一些激情 缺少了一些热情冲动工作的动力的话 拿这本书出来读一读的话 应该你会对工作有一些新的领悟 可能你就会去思考我之前在工作中哪些地方做的不太对 我的工作方法是不是不太对等等 反正我觉得应该会对出入职场的你有所启发 好吧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五本书 都不是那种有很深的思考 会给你讲大道理的那种书 让你读下来会觉得很轻松 但是其实又好像对生活的感悟又深刻了那么一点点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了 大家不要忘记一见三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